大地學習單 哈囉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讓我們的主角來進到這個房子裡面 那在進來之前我們要做一些就是新家的準備 蚂蚁嘛 對不起 蚂蚁嘛 蚂蚁很重視濕度的 我們要先幫他們加一點水 就是我們可以先選一個角落 在這個角落加水 然後加一半 那這一半濕的 這一半是乾的 那蚂蚁進去之後他就可以自由選擇 他想要在哪一個地方定居下來 那記得就是加水呢 不要用自來水 就是用 用飲用水 蚂蚁啊 你會不會怕它跑出來 就是 對對對 所以要做一個很重要的步驟是 我們要在蓋子上面刷上防陶液 那我們剛剛塗的這個防陶液呢 已經乾囉 可以來幫蚂蚁搬家囉 這是高雄巨山椅 把它拿下來 我們在椅草的時候呢 有幾個方法 像是有 暴力椅草法 暴力椅草法 就是你要抓蚂蚁這次 還有一些像是 燥光的方法 加熱的方法 還有一個方法是 冷凍的方法 把蚂蚁放在冰箱裡面 然後讓牠們進入一個 溫度極低的狀態 然後蚂蚁可能就會睡著 你就可以把蚂蚁丟進這個 椅草裡面 但是這方法有點 就是極端 然後又有很高的風險 那我們今天就是用一個 最安全 就是最保守 但是可能也會 比較花時間的 光照法 等一下我會把 椅草這邊用 黑布蓋起來 然後讓蚂蚁 自己自然的 跑進 他們的新家 好那現在我已經 將四關的開口打開 然後也連接到我們的 椅草了 把它蓋起來 讓它出一個 黑暗的狀態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那今天影片就先到這裡囉 在飼養蚂蚁上 我們都還是新手 那就是請大家多多指教 謝謝大家 掰掰 活動紀錄 第一步 加水 第二步 塗上縫頭液 第三步 接管子 第四步 照光 第五步 完成 蚂蚁搬新家 看了新開花 竹竹叫我不要畫太好 可是